隨著進入到2025年第二季度各大品牌也相繼推出不少必爆於M主板 而這次我也抽取了一三家同級定位的必爆於M主板來橫向對比看看它們之間的差距 分別是技嘉GIGABY的B850M AORUS PRO WIFI 7電競雕 華碩XS的TUF GAMING B850M PLUS WIFI重炮手 以及微信MSI剛剛推出的MAG B850M MO的WIFI排氣炮 而這次的對比不僅僅是單純比拼它們的意見規格 還包含了軟件層面上的對比以及它們的兼容性來涵蓋它們的綜合體驗 同時也會給予每一項體驗所獲得的評分 最後整理出本次綜合表現最好的B850M主板 各位觀眾也能先猜猜哪一家主板的最終得分最高 那麼馬上開始本期的B850M主板橫屏 這次的對比將會涵蓋六個對比項目 分別是接口數量與規格 擴展設計與規格 安裝捐融性 供電性能表現 同時也測試了極少人會測試 但其實也很重要的項目 那就是PBO算法表現以及 內存性能與功能表現 來看看除了意見規格以外 在BIOS的功能調教與算法優化上的差異 至於不對比它們的價格 那是因為它們目前在市場上的 實際售價都算非常接近 並且不同地區的價格差距互有高低 因此我覺得就沒有必要特別放大售價上的差異 只需從其他對比項目中找出它們的優缺點 從而劃分適合選購它們的族群 個人認為這樣的對比與參考價值會更有意義一些 另外這裡也要再次提醒一點 本次是三款主板的橫平而非單土評測 所以並不會特別詳細介紹三款主板的所有用料與規格 只有在對比項目中造成影響的部分才會列舉出來 同時所有對比是以實際對比結果為最終參考 一些用料更好的款式如果在實際對比成績中並沒有體現出優勢 最終的對比成績也不會因為更好的理論用料而有所加分 只能作為補助參考用途 讓觀眾自行做判斷 同時本次的測試與對比方式或多或少存在我個人比較主觀的觀點 因此如果對最終的對比結果有不同意的地方 可以適當在評論區做友好的交流 又或是以你自己的觀點為準就好 我完全尊重也不會否定你的觀點 測試平台的部分這裡我就使用了Ryzen 99950 EXO為測試處理器 搭配上NICPU90風神新推出的SeaCache260緊湊型即將來進行測試 同時顯卡使用慢力萬力的RTS-5090新建Galadio 來看看整體的兼容性表現 為了能有更穩定的測試表現 一個好的電源自然是少不了的 這裡我用上了海韻系SONY前陣子推出的Focus ATS-3GS850電源 採用最新自研的OpticSync高效導熱技術 將PFC與LLC功率源階垂直折合至PCP邊緣 並直接焊接於大面積高導熱銅箔上 進一步提供了功率密度 同時也增強了散熱能力 Focus ATS-3系列電源支持全新ATS-3.1以及PCIe 5.1規範 同時採用全橋LLC架構外加全日系電容 以及提供了長達10年的網修 另外原廠還提供了高質量的壓溫模組線 也升級到全新的12伏2×6結果規格 不僅加強了理線體驗 同時也增加了線材的耐用性 當然海韻Focus系列最大的特點自然是 在ATS規格裡控制在14厘米長的最短長度 體積控制非常好 非常利好於最近流行的緊湊型機箱設計 特別像是CS260這類前置電源位的緊湊型MATX機箱 就非常合適了 即便是搭配體積龐大的RTS5090顯卡 線材整理一點也不費力 更多關於海韻Focus ATS3電源的評測 也可以參考翼王在年初製作的評測視頻 截然言之在你有足夠預算的前提 但又不知道該選擇什麼樣的電源 海韻系松力Focus ATS3系列 會是非常穩定的好選擇 關於上市平台的其他硬件 我就列出來給各位做參考 有興趣的也可以暫停觀看 首先是對比三款主板的接口數量 先來看看前置接口數量的設計 三款均支持一個USB-C 一個USB-3.0 以及兩個USB-2.0 接口 唯獨電競調在前置USB-C口上 給到了20G速率的支持 而中炮手和排氣炮都只給到了10G速率的支持 對於有前置20G USB-C口速率的需求 同時機箱的前置吸口線材也能支持的前提下 電競調在這裡的優勢可謂不小 只不過來到了後置接口後 情況就有所不同了 反而是中炮手和排氣炮給到了20G速率吸口的支持 雖然以USB接口數量來說 電競調和中炮手的數量多過排氣炮 但是排氣炮也比它們多了一個10G的吸口 而4個USB-2.0 接口完全可以用一個5G-A口通過一個外接HUD才分出來 對於有更多高速吸口設備的需求用途 又不介意後置接口體驗 排氣炮其實是有比較好的優勢 網路接口的部分也是排氣炮的規格最高 給到了5G有線網口與WiFi 7快拆無線網路 電競調是2.5G有線加快拆WiFi 7無線網路組合 中炮手則是2.5G有線加快拆WiFi 6E無線網路組合 只不過嚴格上來說 如果你並沒有5G有線網路和WiFi 7無線網路的需要 那麼這三款主板上網路規格的體驗其實都是大差不差 而網路穩定性部分 小D能力有線無法通過測試來區分差異 因此這裡就只列出它們的網路規格用料給大家做參考好了 從三款主板的接口規格對比來看 中和表現最佳為微信B850MPC炮 但技嘉的電競調與華碩的中炮手 實際上也是稍弱一些 可微信還有多一個後置CMO重置按鈕是另外兩款沒有的 這個體驗對於喜歡設置Bio超頻的玩家可謂非常的利好 第二項對比為擴展性能 對比的內容包括了PCIe插槽數量與速率 M.2插槽數量與速率支持 以及整體擴展自由度表現 首先在PCIe插槽的部分 三款都提供了兩個PCIe插槽 第一條自然是給顯卡專用的PCIe 5.0x16 第二條的部分電競調和排氣炮都是給到了PCIe 4.0x4 唯獨電競調是提供全場插槽 排氣炮則是程式的開放插槽 至於重炮手的第二條插槽就只提供了PCIe 4.0x1 對於有類似生卡、采集卡又或是U2擴展卡需求的用戶就不友好 至於M.2插槽的對比就相對比較複雜一些 排氣炮和重炮手都提供了3個M.2插槽 而電競調只是提供了2個 很明顯在這部分電競調是帳面上不如兩位對手的 但如果結合PCIe插槽後整體的自由度表現 情況可能就會比較遠去一些 首先雖然重炮手和排氣炮都提供了3個M.2插槽的支持 但它們在速率與位置設計上都截然不同 重炮手給到了兩個CPU直連通道的M.2插槽 分別是一個5.0x4和一個4.0x4 外加多一個芯片組通道的4.0x4 同時均放在了主板正面 安裝體驗肯定是最好的 而排氣炮就比較特別一些 它的設計是正面2個M.2插槽 均為CPU直連通道5.0x4速率 外加一個設計在背面的4.0x2速率 我嘗試過使用主流PCIe 4.0和3.0的M.2 SSD進行測試 確實只能跑到常規速度的一半 因此這一個插槽會比較適合用來作為存儲用途使用 安裝體驗上 排氣炮其中一個M.2設計在背面肯定是相對不友好 但同時正面是提供了兩個5.0x4的速率 未來擴展性能力就更強一些了 當然如果以目前的需求來看 中炮手的全正面設計會更友好一些 只不過當我們將PCIe插槽的支持也一併算進去後 我們就不難發現中炮手其實是犧牲了PCIe插槽的擴展能力 換來了三個乘4速率的M.2插槽支持 而電競鳥與排氣炮嚴格來說 還是能通過第二個PCIe插槽擴展出一個M.2出來 那麼嚴格來說 電競鳥與排氣炮也是能達到三個乘4速率的M.2規格 這部分其實和中炮手也是一樣的 只不過前者是需要額外多花40元買個M.2轉接卡來達成 但起碼自由度是給到能力 因此如果以原生擴展性來說 中炮手會更加合適有三個M.2需求的用戶 但排氣炮和電競鳥的擴展自由性更高 同時對有著其他PCIe 4.0層式擴展設備需求的用戶更友好 而排氣炮則是在電競鳥原有的特點上多了一個背面4.0.2的插槽 這個優勢確實是真正意義做得比電競鳥更好一些的 再來是安裝兼容性 這邊會測試他們的快材企業以及顯卡的兼容性 快材的部分三款主板的體驗基本大同效益 但我個人主觀覺得整體而言 定競鳥和排氣炮的快材體驗會更好一些 畢竟他們是做到了連散熱片也快材了 而中炮手還是需要用上十字螺絲刀卸下散熱片 一些機箱在安裝上顯卡後無法安裝下方的進氣散熱 這部分體驗在電競鳥以及排氣炮上明顯是更好一些的 整體安裝兼容性而言 對於有緊湊息機箱使用的需求 那麼電競鳥與排氣炮的優點自然是不少 而中炮手則是比較建議使用較大的機箱 第四相對比則是供電性能測試的部分 這裡先列出他們的供電用料規格 從一鍵規格用料來看供電用料最好的是中炮手 其實是電競雕最後是排氣炮 但事實上供電用料越好不代表性能就更好 只要供電超出使用的上限並且能夠允定使用 再多的供電用料其實也不會有體驗上的提升 在9950X手動開啟PBO進行30分鐘的FU單烤測試下 在平均軟顯功耗表現上 中炮手是能夠跑出平均233W的成績 比另外兩款的平均225W明顯更高一些 當然畢竟是軟顯功耗 這部分看看就好 切換到平均頻率表現就現出原型了 三款主板均跑出CCD15.05G CCD24.75G左右的水平 嚴格來說三款主板在這個壓力下的性能釋放是一樣的 最後我們來看看供電溫度的部分好了 這裡由於是有機箱風扇和冷排風扇的輔助散熱 所以供電溫度表現肯定是比起一般評測在開放式平台下更好 但也更加貼近正式使用的場景 在同樣一個機箱內並且保持風扇專速統一的相同場景下 電競調與排氣炮的供電溫度明顯比起重炮手低不少 雖然重炮手的供電用料更好一些 但這三款主板的用料代9950X都是非常輕鬆的 極限狀態下使用也並不會有用料更好導致有更好的體驗 測完了硬件規格上的具體表現後 接下來就是考一頁三家牌子的BIOS調校與優化實力了 首先是PBO算法表現 這裡採用了9950X手動開啟PBO 並進行10輪的Cinebench R23多核心性能測試 來看看10次跑分結果後的平均得分、頻率以及功耗表現 三款主板在只開啟PBO下的表現其實都大同小異 不僅是最終得分接近 就連功耗和頻率表現也都十分接近 差異只能算作誤差 當然僅僅是開啟PBO的測試是不夠的 三家主板廠家都給自家主板提供了對應的PBO優化檔使用 這裡我們各自選擇了在最穩定下發揮最好性能的檔位 自家電競雕是選擇90度Lv4 華碩重炮手是Lv1 90度的檔位 微信則是選擇Enhanced Mode 3來看看三家主板廠的優化調教能力如何 同樣是10輪的Cinebench R23多核心性能測試 最終得分的部分雖然是微信排氣泡最高 但從功耗表現來看你就發現其實是用功耗換來的性能 有趣的是技嘉電競雕的功耗表現明顯低了一個檔位 為了避免不同主板的軟顯功耗差異 我們切換到溫度以及頻率表現來看 頻率的部分技嘉電競雕也只是CCD2頻率稍低排氣泡0.1G 而在溫度表現的部分 技嘉電競雕只有僅僅70速度表現非常出色 相等於技嘉在出廠就提供了多個自帶PBO2預設的PBO優化檔位 你可以依據自己的處理器體質以及使用場景需要來做選擇 特別適合不知道應該如何設置PBO2的新手用戶 並且提供的預設檔位也是三款主板裡最豐富的 我是真沒想到在這個項目裡技嘉電競雕居然能夠給到我驚喜 我看來技嘉確實是在BIOS優化上下了不少功夫 最後一項測試是內存性能與功能表現 首先是測試67128在僅開啟Export不進行功能優化的跑分測試 而三款主板的最終表現都幾乎相同 其實我們使用主板提供的小餐優化功能 在這裡華碩的Export 3功能就展現了非常優秀的跑分成績 另一項測試則是將內存超頻至E部DDR5-8000的後的表現 這裡我使用微星排氣泡在Memory Tribe 1內的8000C36設置 並且將設置同步到技嘉電競雕以及華碩重炮手內 同時也開啟了主板自帶的優化功能 到了更進階的內存超頻功能與體驗 微星排氣泡自帶的功能就展現了斷層式的領先 特別是Memory Tribe 1功能帶來的超頻預設體驗 而且哪怕將所有的小餐設定保持統一 微星排氣泡還是能夠憑藉著自身的優勢有更好的跑分成績 這科技優移世界的關係 我這裡就沒有進行遊戲實測了 但我覺得即便有差異也應該很少 而我這裡不過想要看看在超頻體驗上 主板自帶的優化功能能帶來什麼樣的體驗 而這部分是否重要就取決於用戶對於內存超頻的要求有多高了 總算是來到了總監的時間 在這裡我就列出三款主板在六項測試項目中 各自所獲得的評分以及他們的綜合分數 毫無疑問 微星D850M Mode Wi-Fi 排氣泡的得分是最高的 其特點是在於有更好的接口規格 良好的安裝兼容性 以及即家的內存超頻體驗 這三點給了微星排氣泡更高的得分 而排在第二的則是即家D850M Aorus Pro Wi-Fi 7 電競調 雖然從硬件規格來看不少人都覺得相比於B650M並沒有明顯的升級 但結合實際體驗下來 即家B850M電競調的確給了一些驚喜 比如它的安裝體驗與兼容性是十打十升級的 再來雖然供電並沒有實質上的升級 但戴9950S還是非常的輕鬆 而最大的驚喜還是它的BIOS優化 特別是提供多個PBO預設檔位帶來了非常好的體驗 我甚至覺得我之前做的PBO教程都用不上了 直接用即家BIOS預設的就行了 還省時間 而一直有很大呼聲的中炮手 在本身的橫皮裡卻是最低分的 原因有三個 首先就是PCIe X16插槽下層設計大大扣分了不少 其次是其他家都做到了更完善的解液安裝體驗 可華碩還是不願意給到解液散熱片拆散設計 完全浪費了M.2插槽設計在第一條所能帶來的優勢 最後就是BIOS的優化最平庸 雖然華碩的BIOS操作以及體驗一直以來都獲得好評 可面對一些新手不知道如何手動優化自己的CPU 華碩並沒有向另外兩家給了更多的預設檔的選擇 不論是處理器還是內存都同樣如此 這就導致了明明主板硬件規格很到位 但在實際體驗中橫向對比後 卻發現所堆的料並無法從實際體驗中獲得收穫 這才是最大的遺憾 當然其實三款主板都還是有適合他們的定位族群 比如喜歡折騰 有一定裝機經驗的用戶 不喜歡依賴主板提供的預設功能 那麼華碩 Tough Gaming B-Bowling M Plus Wi-Fi 確實吸引力很大 而對於有更多M.2擴展槽的需求 又特別喜歡折騰內存超頻的 毫無疑問 微信B-Bowling M Plus的Wi-Fi排氣泡是最優選 對於技嘉B-Bowling M Aulus Pro Wi-Fi 7 電競標 我覺得它更像是給那些開始接觸DIY裝機 想體驗DIY裝機與超頻樂趣的用戶有更好的體驗 唯獨沒有原生三個M.2插槽是它比較大的缺點 除此之外我個人還是蠻喜歡這款主板的 顏值也是三款裡我覺得最好看的款式 因此這三款主板其實並沒有哪款絕對最好 還是取決於你的使用環境以及你的各的需求 只不過它們的價格呢 還是略高一些 要是能夠壓到現有價格的80%到90% 那麼它們的缺點就完全煙消雲散了你們說是吧 那麼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所有內容了 非常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們的收看與支持 也希望本期節目的內容會對你們有所幫助 喜歡這些影片的朋友也不妨點個贊 覺得內容有用的新觀眾也不妨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那麼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為止了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